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走路路透霸屏热搜 演技热议 他走的到底是路还是我们的心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娱乐圈的动态总是能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 最近 诚意凭借一组走路路透照再次登上了热搜榜首 照片中 他饰演的李晨舟在山海间漫步 那摇曳声姿的步伐 仿佛走在了观众的心肩上 网友们纷纷感叹 诚意你真的好会演 这几步走出了帝王风范 气场全家开 压迫感爆棚 秋水的影子完全不见了 诚意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演员 逐渐成长为娱乐圈的演技派代表 他的成功背后 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努力和坚持 诚意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从小就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 他毅然选择了报考戏剧学院 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在戏剧学院的日子里 诚意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进行体能训练和台词练习 晚上择排练到深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毕业后他顺利进入了一家知名剧团 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然而 演艺圈的道路并不平坦 诚意刚出道时 只能在一些小角色中打酱油 甚至有时候连台词都没有几句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反而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经常向老演员请教 学习他们的表演技巧和经验 有一次 诚意在拍摄一部古装剧时 遇到了一段非常复杂的戏份 这段戏需要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情绪转换 这对他的演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演好这段戏 诚意反复琢磨剧本 查阅大量资料 甚至还亲自体验了角色的生活环境 拍摄当天 诚意全情投入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他的表演不仅赢得了导演的认可 也征服了观众的心 正是这种对演技的执着追求 让诚意逐渐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诚意的成功还离不开他的静夜精神 有一次 他在拍摄一部武打戏时 不慎受伤 腿部骨折 医生建议他休息三个月 但他却坚持带伤上阵 只为了不耽误剧组的进度 他的静夜精神不仅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 也让观众对他刮目相看 诚意的演技大赏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他凭借在琉璃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多个奖项的提名和获奖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透露着角色的灵魂 仿佛他真的是那个角色本人 他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演技 更在于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用心演绎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诚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天道酬勤的道理 他的成功不仅源于他的天赋和努力 更在于他敢于面对挑战 勇于追求梦想的勇气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有决心 有毅力 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自我超越 成为更好的自己 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所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的江湖里 只有那些真正用心去感受 用情去演绎的人 才能最终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